人就在槟城哟 正零七湯 Pokey Pokey 这次回答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两个不同情绪的人 回答一下你们的问题 他感觉到很远离他 还不懂为什么 心态已经不太会去理这些东西 甚至心脏很痛那怎么办 如果还有这些感觉 终于回答 诶 做个坏码 因为好码不是回头草 适当的去接受你的情绪 对啦 我现在想哭嘛 如果要哭的话就哭 目标 迟早会有 现在可以VIOVIO一下 哇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哇 说一说有开玩笑的 这个好难用言语的拿出来 没有结果也是好意 你可以提到结束的关系 去找一个可以给你身份的男人 耶 各位好呀 我们现在人住在槟城哟 今天是来槟城一日游 然后我想说很久也没有拍森林鸡汤 森林鸡汤 Pokey Pokey 诶 有人可以啾啾他吗 今天就想说可以来这边一日游 顺便也来回答一些大家最近有什么的 困惑疑惑好不好 然后我们已经买好漂亮的 现在我们要排队 好多人了 现在太多人了 等一下才给你们录 我们现在坐这 这个是缆车吧 坐这缆车去到山上 有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我们来到上面了 可是今天真的雾很大 好啰 给我们看一下视角 哎 也看不到啦 一二三一二三 然后呢为什么我会想要用这个情绪的主题 但是是找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情绪算是有点不一样的 我是F人 他是T人 就是MBTI的话 F跟T呢 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你是感性 我是很感性的人 我是Super理性 啊 他是理性的人 不爱多多笑容 头很痛 所以呢我就觉得 这次回答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两个不同情绪的人 到底是会怎么样去回答一下你们的问题 这样啦 这个影片叫什么 F人VST 我是T吗你是F吗 啊对我知道 就是VS 我是给你们看每个人的观点跟角度哦 都会很不一样 你也不用太纠结于很小很小的事情 每个人的处理的方式都会很不一样 我帅吗 理性的回答 超难看 我们就一边逛街一边回答问题 OK 我问你第一个问题啊 这个应该是关于友情的 他就讲说 我念完一次 帮他不用翻译 一开始真的以为是错觉 我尝试了很多次确定了 就是刻意远离我 嗯 我没有做到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为啥 他Feel到朋友远离他 还不懂为什么 嗯 曾经我会care这个东西 你care的时候 我也没有care啦 你care的时候你会怎样 我就会去这些问他 很多东西是 你跟那个人的事情 你就跟那个人的东西settle咯 你跟那个事情 你去问别人没有用了吗 你问你自己你也不懂吗 嗯 你不可以直接去问那个人 他要不要跟你讲究他的事情 懂意思啊 嗯 你对 最快解决方法 我是很讨厌 花很多时间 然后解决不了问题的人 嗯 所以我想要直接 一探究竟啦 到底为什么 对对对你讲的对 F人 我的话哦 怎样讲诶 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 已经不太会去理这些东西了 嗯 他曾经会还曾经会 我是曾经 你曾经会啦 其实我也不太会 其实我们两个都蛮像的 我们不会太多care 人家开始远离我们 远离我们 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一个状态啊 你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情绪 不想要理这个人 不想要理那个人 我也会有这样子的时候 啊 我也是有 啊 通常都会有这种时候 所以哦 我自己啦 我是不太会care这种东西 因为 可能他当下有他自己的情绪 到自然有些点 他知道 嗯 他误会我 我觉得他会自己 回来找我 有时候我觉得朋友远离你啊 并不是你不好 可能他状态下面不对 对 他不想要 有可能不是你的问题 有可能是他自己的问题 嗯 因为我觉得 我始终相信啊 朋友很难走到一辈子 嗯 但是我一直很庆幸朋友 有幸跟我走过其中一段小日子 对 不长求 我不强求友情可以走一辈子 但我强求 那一小段最珍贵的日子 但是如果 万一朋友可以走到很长久 我觉得那个是最幸福的事情 最难能可贵的 对 那个东西就 没办法强求啦 嗯 因为 朋友就是朋友 还不是你的另一半 也不是你的 呃 家人 所以 其实很难 因为讲这个 大家 会长大 大家每个目标不一样 你们就 做东西不一样 就有时候很难会有话题 还是会有 嗯 一起做的东西嘛 我觉得人到了一个时候 人到了一个长大的时候 你会更了解自己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 然后 然后我也觉得大家也可以从那个时候去了解 让朋友跟我不太熟 我觉得都是很OK的 然后呢 就是 我会让朋友 这个圈子很自然的 来 很自然的走 但是你来的话 我就会很珍惜你 这样子 要问你一个问题 关于前任的 只要想要跟前任的情绪 就会上下祈福不定 然后甚至心脏很痛 那怎么办 什么痛啊 心脏 就是很难受啦 因为他没有讲很清楚 他们到底是 为什么分手 还是什么 那我的答案很简单 如果还有这些感觉 叫一回他 做一个好码 诶 做一个坏码 这个好码不是回头草 这种坏码这个是回头草 不对吗 有感觉叫肥气吗 可是我不懂他们分手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不能乱乱 给留言吧 我自己的话 我是觉得 跟他有点像 因为 我都是一个很跟feeling走的人 我今天要是对他还有感觉 我就会尝试 还有没有机会 如果 真的真的没有机会啊 我就会努力 努力的 也不用很努力 就让他 诶 我努力了 慢慢let go 看得到他 从上面拍下来找到了 我有点找错人拍影片了 我是一个很跟自己的 mood 很跟自己的感觉的 而且 我想要的话 我就会 要 如果当对方拒绝我 我就 算了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好 你知道吗 我没有必要锁着一个人 你要觉得你够好 啊 这个长长的 路感觉蛮不错的 很有氛围感 好像不像在马来西亚一样 还有现在回答下一个问题 发现自己越来越内耗 你也会内耗吗 怎么解决 其实往好处想内耗是一件 蛮好的事情 就是你对你自己有要求 你看中你自己 就是 我觉得内耗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对自己有帮助 但是我觉得不要过度的内耗 我觉得人很需要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因为我自己这个人呢 我是很知道我自己的优点缺点 然后 我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什么位置上面 我可以做得很好 然后 当我不比他人的时候 我也 OK 你知道这是让很多很强的人 就是 你 你能够进你所能的范围做到最好了 我就觉得 知道你行到那个完美点了 就不需要一直让自己好像垂死的挣扎 你叻 你会内耗吗 我 觉得 我 不太会内耗 你知道 下马上 很喘 很喘我这样上来 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喘 诶 等一下先 那东西真可爱的 有一个小ribbon在这里 你会内耗吗 其实我觉得我内耗程度应该很满低 嗯 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 内耗一方面就是在怀疑自己啊 也不是怀疑自己我觉得某个方面 对我来讲算怀疑自己啊 某个方面它其实是 我觉得如果 让你更进步的 就很像你也会觉得 其实你看起来一点都不胖 你还是觉得你自己肉啊 但其实也是内耗的一小种 但是你只是 这个是很勤为内耗的 对啊 我是讲说 适当的内耗是可以让你在进步啊 我觉得适当的内耗是可以提醒你自己 应该要做些什么东西 但你要知道 但是如果你内耗过度的话 就是浪费时间对我来讲 因为你只是内耗里面去做 我觉得做东西比较重要 就算我做不好我都会压批自己 我做得很好 其实我从来 你这是 催眠自己吧 所以我不会花时间内耗 因为呦 讲真的啦 我有很多东西要做 如果我把那个时间来花内耗 我不能来打游戏 我来运动 我来潜水 知道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来选择 花时间内耗 你刚刚 你刚刚侧面一下可以吗 你期望讲屁股比较俏 烦死 诶 找了找了这角度 什么角度 哦 诶 这边真的蛮美的诶 然后我传到半死的角度 你们就看我们 谈恋爱 嗯 谈恋爱 嗯 所以升旗山只有那个 交火车 跟讲讲讲 我去很多东西 然后 所以我们有兴趣 我会有点经典的 可能我有兴趣的 没有 我们六点半要回要去 嗯 那么等一下去人家吃饭 骑人 骑人 骑人更在乎 感觉 拂 时间 还有 他自己想不想要 啊 心情争逾越 那里有 哇 那个是限速20驾车 它们写在进门 哇 如果这边有夕阳就很漂亮啊 对不对 我觉得我还是旅行 很喜欢这种有树木的地方 喜欢肉 但是我就是喜欢这种 你们可以坐在这边一下下吗 顺便回答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蛮好回答的 最近情绪很复杂 反反复复短时间内太多事情发生 感觉一直在欺骗自己释怀哦 就是他一直在骗自己 诶他好像没有事情啊 其实我觉得你有这个意识是很好 因为我是在很后期才发觉到 我有这个意识 就是我很常会欺骗自己 诶我现在很好了 就是我现在没有不开心 或者是我现在没有情绪 或者是怎么样 我自认我做这行情绪抽离很快 就是很常时候 上一秒很伤心或很难过 可是下一秒我还是要进入状态 拍好的作品 我要出席见很多人 所以很常时候我自己 我会很快忘记那个情绪 其实我有那个情绪 但是我遗忘他 这时候你会怎样嘞 这个人领悟性不错吗 很深奥 你不懂他怎么回答我 看人家的表情 你好像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现象啦 没有不好啊 也没有讲非常好 我觉得是不错的东西 因为哦 你可以短时间释怀 其实是蛮厉害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觉得没有释怀 但有可能真的释怀啊 这个也是有可能啊 也是有可能啊 只是你一直觉得自己放不下 但其实你放下了 然后你可能是又要抓回去 哎我是不是没有放下 但我觉得 适当的去接受你的情绪 然后适当的释怀就好 我自己啦 我现在我会跟自己讲 因为我有时候会抽离太快 我会开始意识到我的情绪 我会想 我现在想哭吗 如果要哭的话就哭 我不会太快抽离 我会让自己沉淀一下 先感受一下他 我会想要先感受那个情绪 感受情绪的存在 然后才抽离 对 我会这样子 至少感受一下啦 对 因为我真的很抽离很快 我可以完全用疫苗 我就可以把那个情绪抽离了 可是我现在我觉得我要去正视它 因为当你情绪抽离太快 你没有那个情绪的时候 你很像木头人 你对什么东西都没有感觉的 其实苏珍讲他抽离一秒 我是0.5秒这个抽离 所以我是更厉害抽离的 所以我知道抽离的美妙之处在哪里 抽离的美妙之处在于 你可以很快的去适应所有事情 你是一个什么环境都可以生存的人 对 这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呈现 是加分点 但是如果你可以感受任何情绪 什么情绪你都敢去面对感受 然后又可以很快抽离 我觉得这是一个 目前我这个阶段 我觉得如果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很puffet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结论就是 让自己有一点点的时间 去接受你的情绪 感受它 再让它慢慢释怀 如果今天你想要哭 你就哭 你想要生气 你可以不用马上抽离 没必你可以去厕所 没必你可以去车上 没必你可以去一个独自的环境 你先让自己感受了 消化了 冷静了 再去你的状态下面 应该在的状态下面 原来这个地点也是很厉害的 一下子 超级多人 幸好我们还可以 不然我们肯定会大吃的 买得太短 吃多块吗 来回哦 吃多块 吃多块 你也没吃多块 有人有想吃 再加加 它平时摸我手 还不会同样吃 洗丝 再加加 再加 我们现在去吃晚餐 嗯 阿姨 拼那個時候最棒了 太好吃 真的 這個餐廳好像博物館這樣了 什麼都很... 什麼都有了 哇 八點拿到了咧 蛤 我知道這個 哇 耶 吃晚餐咯 沒有 現在拿到咧 哦 藍桌 沒有 高級桌包 不用錢嗎 不用錢嗎 是啊 是啊 耶 我們現在回到酒店了 好累 我剛剛不問什麼 好像睡到像屎屎一樣 好 我們現在再回家了 來 這裡 我覺得這個焦慮 謝謝我 你長得這兩個人引擎不大力 要我拍到矯形的就拿 開肚搞熱 我一定 高考準備發生機 但是目標忽然變得模糊 對前途感到迷茫 對 我覺得現在很適合 很正常啊 很適合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隨不迷茫 其實很多時候 不一定有目標的 真的啊 是真的啊 是沒有錯 我們以前讀完中學有目標咧 我覺得 沒有嘛 所以才去讀大學嗎 不是 不可以這樣子講的 應該是講說 目標可以有 但是呢 你要有隨機應變的一個 一個 沒有 應該講 目標遲早會有 現在可以 不要不要用 哈哈哈 至少你有意識到啦 我覺得 有些人根本不懂啊 自己迷茫啊 其實 講真的 我當初應該也沒有覺得我迷茫 沒有想回去 以前應該是迷茫啊 哈哈哈 所以你比我們幸福啊 至少 你現在這一刻有機會去想一下 等一下 你幸福 不是我們啊 這樣我也沒有什麼目標 但是我覺得 欸 她講的都是對的 就是 你對未來迷茫 感到焦慮喔 倒不如你好好享受現在這個moment 因為你一直迷茫 你只是 美好 忙無目的的迷茫 還好 這樣你們就走來走去 還好 哈哈哈 那個是嬌嬌 你一定是嬌嬌 等等 他們現在不懂欸 正在講什麼 Inside out裡面那個焦慮的焦焦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真的是對未來 你覺得 我真的不懂要做什麼 什麼都去做 你自己就會find out到你喜歡什麼 而不是你現在什麼都不做了 然後你一直在那邊坐外那邊想 我很迷茫 我很焦慮 我不懂未來做什麼 但只是沒有用的 你永遠find out不到你喜歡什麼 你要去try out你才知道 我喜歡這個 我要往這個目標去 什麼都去嘗試你就有了 嗯 不錯 我喜歡迷茫 哪一個 很常被情緒控制 而不是控制情緒 喔這個 跟那個學很像 哈哈哈哈哈哈 我想像這個很適合給我去講 因為 蘇生也是被控制住的 我不是被控制 我是被你控制喔 其實我覺得齁 情緒掌控這塊東西啊 它永遠都是人的一個學問 甚至是我 可能大家覺得我 好像沒什麼脾氣 其實我有時候 我的脾氣其實 對蘇生 對我公司的人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 沒有什麼耐心 我是急性子的人 所以如果你重點做慢啊 沒有效率啊 我覺得你如果重點蠢的話 我很容易就 WTF 這麼多東西也不會 但是很難控制啊 我覺得更多的時候是 你有情緒來的時候 你要更加知道 你要怎麼去表達你的情緒 其實我覺得情緒來很正常 但如果你用 講出一些很難聽 很難聽的話 我覺得這種是最壞的 結果 但如果情緒來的時候 你能夠好好表達 我覺得是ok的 應該是說 講出你的情緒 比壓抑 控制你的情緒更重要 因為它講的是 控制情緒嘛 我覺得很多時候很像 你現在很生氣 你該怎麼去跟人家說 你在生氣這件事情 你去學會表達了 你這個生氣的原因 你下次 才不會有這個事情發生 對 大家會至少了解你 而不是你一直去 keep在那邊 然後大家重複那個東西 然後你又 一直被trigger的 我們講很厲害的 生氣的時候我早就忍不住了 對啊 趕去XX你 你們出事啊 你們才會想辦法 就是啊 一直學習的東西啊 這樣子我也是還是會 你不撞幾XXX 你沒有撞過幾次板哦 你從來都不會去改啊 這個是我覺得 真的是一個人生意念來的 最近我學會到如何表達了 我很生氣的時候 我先閉嘴 但是我等我情緒走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講 我覺得你剛剛這樣子的很不好 我很不喜歡 或者是你剛剛這樣子的 就是會讓人很生氣 當你情緒 如果一直在吵架的時候 是沒有結果的 當你情緒冷靜下來哦 對方也聽得到 這是我覺得目前 最好解決的方式 控制情緒是一個很難的單元 嗯 下集是什麼 他講他是哀人 然後每次情緒一上來 又控制不住自己 然後想要變外向 交得多一點朋友 你面小孩都流淚啊 一上來就忍不住 空氣不住流淚咧 你是說要把人家的獎 去怕升高中 想變外向多交朋友 但好難 別朋友多的好事啊 沒有多也不是好事 我覺得很多阿仁 一直都很想要變藝人 變藝人 然後為了交朋友 對我就覺得 會有人會喜歡你 就是會接近你 不用去 不要自己人家 迎合其他人變成一個藝人 你就變得很不像你自己 你也很變扭 你其實也不會自然的 大家也會想 會看得到你是一個很不自然的狀態 然後你也會變得很怪 然後別人就會覺得 欸你是不是做些什麼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有目的性阿 過交朋友 對就是我覺得大家 你要看回你自己 不管你是矮人或者是藝人 我也有很可愛很好玩的矮人朋友 很值得被朋友交 對 知道交朋友 什麼被朋友交 沒有 我有這個性格很值得被他 交一下嘛 交朋友嘛 對 主要了 我覺得不是愛 你是因為矮人 或你是因為藝人而容易交到朋友 而是因為你這個人 你不可以被愛或依來 斷定 你許不得變成這樣的人 來交朋友 因為我們身邊也是很多矮人朋友 他很多朋友 對阿 你叫很多朋友喜歡他的 我還是很多朋友 欸有些矮人朋友很可愛的 這樣很可愛阿 不要去用這個來去局限 也不要 就算我講的MDTI 這樣子 你決定你是怎樣的人 他是讓你去更了解你自己 而不是決定你是誰 嗯 我接下來就是要放鬆去交朋友 不要有目的性 不要有刻意說我要交很多朋友 對 朋友都很麻煩耶 不要說真的 你要的是去更自然 大家會喜歡的是你這個人 而不是你這個人 像我的雙眼明我記得 MDTI 看我的雙眼明自然嗎 各的自然嗎 我們再回報一題 然後呢 我們讓這個場景變變一下 比較自然一點 嗯 可以講出來了這個東西 朋友嗎 朋友可以講嗎 他們是朋友朋友 再問另外 最近又要去大學 哇這樣多人上大學 你們有點緊張 怕出了一個新環境 可是也期待 只是真的 沒用 他就覺得他自己 他怕父母 他怕辜負父母的心意 不是 不是嗎 他這個狀態我知道 他現在拿的錢都是父母的錢 他去讀書 他怕沒有什麼成就 我又沒有收入 對 然後辜負父母嗎不是 不是要辜負啦 就是他很愧疚於 沒有 只是真的沒用 其實他有點困難 等一下截圖 他的問題 他的法語有點問題 我覺得這也是很多人會遇到的狀態 在你還沒有遇到這些事情 先焦慮 對喔 我剛才是想這個東西 很多人都會 還沒有到那個環境 你就先去焦慮 不該焦慮的東西 對 這樣可以導致你 害怕去踏出那一步 其實這個就是內耗啦 他其實要表達點是他去一個新環境 然後 他怕 他又怕 但是父母又花這筆錢 一個心意讓他去完成大學這個東西 其實你好好讀書不好囉 你拿家裡已經不好囉 這個怎麼難 唉大學 弟已經過了 哈哈 onker這樣講做完嘛 哈哈 哈哈 其實大學比怎樣都這樣難啦 其他科系我不懂 跟我是講的一樣 你試試看 什麼都不要想 你就做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對 你不要再念了 好好 嗯 我們兩個都不是屬於很焦慮的人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那個焦慮 就是每次我焦慮的時候 我都會跟自己講 我不要想 然後我去做別的事情 我是等到那個moment到我就去咯 嗯 這就是我的方法 因為我會覺得這個方法 不會影響我的體驗 不會影響我當下 先帶入的任何東西 怎麼會被破壞 你試試看用這個方法 你看有沒有用 有用你再回來跟我講 我還有一個東西可以補充 我覺得你與其花那個時間 去應該好焦慮喔 你不如可以像參考我一個方式 因為我是 也是會像你們這樣一直去想不好的狀況 可是我想到不好的狀況 我不是把不好的狀況放大 我是放大解決不好的狀況的方法 嗯 所以我是放大很多方法 所以如果說 我覺得我有可能會 辜負我父母的心意 我覺得很多解決方案 我要怎麼樣不辜負他們的心意 我是往這個地方去深入 而不是往 不是去逃避他 而不是往更差的地方去想 因為我還相信一個東西是 吸引力法則 你一直想到的東西喔 我覺得 真的 他就會來到你身邊 真的真的 這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你往好的東西想 他自然就會發生在你的生活裡面 就很像我覺得我一定會見到Junggo 然後就見到了 就像他覺得他會嫁到一個好狗 就差不多啦 哈哈哈 差不多 差不多就真的不多 OK 咧? 面前 我們現在來到市場 喔 還有 哈囉 哈囉 蘇珊 我愛你 謝謝 哈哈哈 驚奇的巨人欸 真的嗎? 他畫到一模一樣 我們來到了一個 冰山蠻紅的站 哈囉 可以給你們看 好 來 我們一起拍 快點 快點 啊 好行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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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地方好像我香港去那個 圓符博物館一樣 我們現在呢 去剛好有時間 所以我們過來了這個地方 看看一下 這個東西很有意思耶 就是從一開始傳的人到後面 都在編織一些謊言 哇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啊 那種交通標誌之間 他就跟著那個來做來畫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是一個人生難題 他就問 你認為放棄於家人的時光 換取工作機會 還是放棄機會 但是能陪伴家人多一些 這很難哦 難耶 我也不難 如果是我啦 我覺得我家人一定會理解我 讓我自己去好好發展 我自己的話 我是假如我真的想要陪伴我家人 我就固定時間回去了 認真的陪伴 我覺得家人更希望有這樣子的時間 與其無意義的長時間陪伴 不如讓每一次的陪伴都有意義 對 是我的話我會這樣子啦 因為我自己等我家人都會很支持我 往那個方向走 我覺得我們彼此的家人都比較像是 希望我們自己的孩子過得更好 所以他會讓我們去追我們要追東西 所以我們兩個沒有感受過那種家人是 欸這個不可以做那個不可以做 你要陪家 你不可以做這個做這個 對 我們也很難去跟你分享太多 因為畢竟我也知道很多家的事 你知道 爸爸媽媽要控制你的一切 對 講話你不要做這個工作 你不陪家 在本地做不好嗎 不要去那邊做 我覺得可以同時擁有這種東西 對 啊這裡很漂亮耶 剛剛我們碰到了一個 本來是晚上 然後今天是11點到5點的市集 喔好信念喔 哇 喔 跑跑 很喜歡收集這種東西 哇 唱片 機卡 戴機 買了一個Double Good 那好酷耶 那裡要超酷 我們現在要找Cafe來吃 哇這裡有深夜市 明天太熱情了 明天好熱 我只是下去 想去Cafe才會快點 下去不到5分鐘 不然我就熱到要死了 我覺得有一個不錯耶 一直以來我都很在意自己說的美句話 因為很怕得罪人 我自己說話有時候又管不住嘴很直接 那裡我很適合回答 對 我覺得幾件事情你要理清 你管不住嘴喔 你是怕你講要給人秘密 還是什麼之類 又或者是你可能 你講話很白癡很直戰 我覺得也 性還好啊 可能他可能 可能很直接的人 然後他就怕得罪別人 我感覺就是你很在意別人怎麼看你 還是你怕做出什麼事情 我也不懂他沒有很確切啦 我覺得 我覺得 首先你要認清到底是不是有一個禮貌的人 我覺得如果有禮貌喔 你亂講話是OK的 對對對 我覺得說要講到重點了 只要有禮貌 everything都對 只要你是有禮貌的人 我覺得你不太會 做出很多得罪人的事情 假如你今天很想開玩笑 但你知道那個底線在哪裡的話 我覺得你不需要太怕 我就覺得很多人都會很怕 然後怕到我 就會變得很不自然 就會少了很多 你自己的元素 我發現我愛亂講話 對 但是我亂講話完後 我都會回 給自己一個回頭路跑回來這樣 所以說有開玩笑的 不管怎麼樣講Sorry 對了 講Sorry就對了 結尾講Sorry就對了 你的意思是 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是他的方法 因為我很少會講話到得罪人啊 這種程度 我很少啦 我很少 他不會又講話得罪人 他表情會得罪人 他這樣 還好吧 你 誇張 我們又來到了 cafe了 哇 感覺很好吃這樣 不好意思 我不是乖 你們兩個 剛剛還是有另外一個 他們介紹了 開始推介得人 開始推介得人 可以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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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沒有啊 欸我覺得好吃 可是他的cream很多 但是很好吃 好吃嗎 我懂了 他那個味道很剛剛好 他很還原國外的 就不會很久 不會很久 哇好吃喔 他的creamy那麼多 嗯 我覺得有個問題在台灣耶 沒有吃啊快點 以前覺得快樂好容易 成年後覺得快樂好 可能要怎麼找回快樂的資料 這個好難用言語表達出來 快樂就是自己定義 看來是不是很假的 我覺得做回你喜歡的事情 你自然而然就找回快樂 你不是很會回答這種問題了嗎 可是這個事情 很難用言語表達出來 我知道了 他是關於太多事情 賺多一點錢 不一定不利 不是每個人透過賺錢找到快樂 那我們是 我也是 因為我知道賺到錢 我就可以買我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我個人喔 我把快樂分很多種 錢可以買到快樂是一種 一種是心靈上的快樂 一種是體驗上的快樂 就是我在很多地方可以找快樂 所以我的快樂才會有點不同 為什麼會覺得很難呢 只是你還沒找你喜歡的事情喔 就很像比如說 我去買一個人看快樂 你也會快樂 就是我會快樂 所以我很多地方可以得到快樂 嗯 就是我知道 我了解我自己 我知道我喜歡整個快樂 我就會做什麼事情得到快樂 嗯 所以就是你要跟我了解自己 然後去做你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快樂就會慢慢靠近我 應該是這樣啦 你可以測試看看先 嗯 如果不可以下一集再來加 嗯 我還有 所以你亂講話我現在快樂 啊對 啊非常快樂 這是飲食的 我好像錢花的那個餅乾 我自己會覺得如果 不要一直去尋找那個快樂的東西 我覺得人要去體驗 就是你不可以一直去找 如果你一直去找喔 你好像的目的只是為了要找那個快樂 你會找不到 但你要享受每一個時刻 你就可以了解到這個東西是快樂的 然後你就會來一直去做 就是快樂嗎 就是跟什麼勒 我很快樂 跟你要忘記一個人的道理 你每天講你要忘記你要忘記喔 其實你一直在記得它 對 但你要找到快樂齁 你一直去把那個標杆那個標準拉高 這個我快樂嗎 很合像是快樂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快樂齁不可以拿來比較 要你這次 對 你是感受到快樂 對 而不是你看到別人掛這樣子 你覺得你掛這樣子才算快樂 這個不可以 所以你要去用新的感覺去感覺它 懂嗎分蛋 你這樣子會看它不快樂 懂嗎美女帥哥 當然你也不懂 帥哥懂嗎 但是你有快樂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短暫的冰淡去 到這裡 還有一題 是 一定跟曖昧對象處於不上不下的關係 覺得女生要從一波問對方嗎 不上不下是什麼意思 又上你下 就是可能曖昧不情 我跟你講 如果你問我 我是一定會去從一波問的 我不是屬於那種 你跟我拉來拉去啊 曖昧不情啊那種 我是不懂的 了解了這個人 然後這個人 我又很喜歡 然後他又可以很符合我的話 我就是一定會問的 我是那種 蠻直球的人 我喜不喜歡你 我也很明顯 你要嘛就要不要就走 因為我又不缺你是不是 你耶 你身為男生 曖昧不情 還是你會享受那個曖昧的感覺 不會啊我喜歡恐怖嗎 就長大了喔 我蠻想念曖昧的感覺的 曖昧感覺是最幸福的時候 是嗎 還有這樣嗎 所以我的話 我是會去問啦 Depends on 你 接不接受都要結果啊 因為我是很能接受結果 你不要我就不要我拉 我也是可以的 我就是 或是可能你問了 那個阿山可以講 其實我沒想要在一起啊 對啊你還能做回朋友嗎 我的話我是能做回朋友啦 因為我也是 所以沒那麼時間喔 對啊這種感情的東西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不適合就不適合 不用強求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以你這樣問的方式 那邊你想要一個身份 對啊 所以你就現在馬上去問 問了如果沒有結果 更好啊 有結果是更好啦 沒有結果也是好 因為你可以提到結束的關係 去找一個可以給你身份的男人 你們有相信我有追過男生嗎 你知道嗎 哈哈哈 我追過人的喔 他追我了是不是 不是你 真的只是對外講完了 氣死了我就是你 我真的是有追過人 在我14歲的時候 很瘋狂喔 我就是那麼直接的人 我們剛好在等著飛機 穩定心眼看 這個人呢 他就這樣說 欸我要演一下 原本講Fans 然後情緒都很穩定的 但是假人喔 很快開玩笑講我胖了 我覺得控制不守 開始內好 我也了解這種感覺 就是我也有試過真的是 哇 姐妹到很辛苦的時候 然後被人家講了 就好像很接受不了 應該講 事講講的 你很努力做一些事情 但是人家不明白你的努力 然後他就直接編撤你 get到我講話嗎 get不到 就人家保定你的努力啊 所以你才會這樣生氣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喔 你不能把別人講的東西 當作是你自己的結果 因為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付出多少努力 只有你自己看得到多少成果在你身上 所以別人講不講 其實他們不懂喔 那些人的嘴你又管不了喔 可是你可以管住的是你自己的思想 你自己可以做到的 雖然講這個東西很難 就是不要去聽別人講啊 或者是放下別人對你的觀念還是什麼 雖然那真的是很難 我也很難做到 我也是一步一步一步這樣做到的 我也真的是想要跟你講 真的是不要去看別人的眼光 不要去在乎那些不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跟前面有很相似的 它就是一個 就有點懷疑自己 不相信自己 才會覺得別人講一點東西 就會分到你 我一直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我做的東西是我的事 我不會管別人講講 講漢 就算我做到多爛啊 我知道我很爛 別人講到我爛 我都不會去懷疑自己 我知道我爛 可是別人講我才X他 如果我自己講我爛 我才有資格內耗 哇你 但是我已經希望 一個境界也不在乎別人 已經根本不X別人了 因為我做的東西不是為了你們 也不為了其他人 很多時候是為了自己做嘛 所以你會發現 有什麼東西 跟我們講跟你分享 其實我也是聽起來 很怪人家 可是我就是不會X別人 但是這種人很好啊 就是我不會這樣容易被人家影響咯 可是你看你要怎麼讓別人 不被別人影響咧 我覺得要控制自己 先相信自己 我覺得我自己很大優勢是一個 我一直都是一個很相信自己的人 我不管做到多不好 我都會相信我遲早會做好 只是還沒有做好罷了 對 然後我就不會管其他人咯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好的事情而已 但是如果你真的一直做不好就不便咯 就只是你做不好咯 換一個賽道 就換個賽道咯 其實我覺得也對的 就是只要你有努力到 結果不是你理想的 那就繼續努力咯 換個賽道咯 加油咯 減肥也可以 用很多方式減肥了嗎 在每個地方再try多一下咯 毫無利益今天的影片 就回到這裡 喂 沒什麼雞湯啊 我還想雞湯看你們的 多了咯 不知道這影片有多長 我們兩個人廢話那麼多 我講下一個新的問題給你 讓你馬上臨場想一個答案 如果浪費我的電池啦 當然我們兩個人的答案 並非是可以幫你做決定或做做答案 我們只是跟你分享一下 其實有另外一種解決方法 或者是另外一種的看法 然後你去研究看看 你想不想這樣子做 還有就是 可以參考啦 對 參考而已 所以就是呢 你們覺得有什麼回答會更好 有什麼回答會更幫助到那個人 你們在下面留言 我們製造一個可以互動的環節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掰